當代美術館的最新展覽 是臺灣終生代藝術家 陸先民和郭維國的雙各展 兩位風格截然不同的藝術家 以英國文學家迪更斯的名著 《雙城記》為主題 試圖勾勒出臺灣的社會發展 陸先民的作品 寫實描繪路邊的老人 對坐長椅的日常風景 而郭維國則顛覆了 中國傳統的報喜圖 他的畫中隱喻美好事物下的頹廢 肌肉以及血管紋路明顯的手部雕塑 一指向天 擺設在當代館的入口門廊上 這是藝術家郭維國的作品 走進大廳展間 藝術家陸先民的作品 奔貫穿二樓 以無數個不同尺寸的小人組成 代表現實社會中 人就像樓椅一樣不斷向前衝 我生活過的這塊土地 台灣 台北 我所走過的這段歷史的過程 那就是我作品 構築我作品裡面最重要的血跟肉 所以一開始我就專注在 我生活過的這塊土地時間空間中 去尋找題材 兩位風格截然不同的藝術家 以英國文學家迪更似的名著 《雙塵記》為題 首次在當代館舉行雙各展 展現台灣多元的社會脈動 象徵都市文明的霓虹跑馬燈閃爍著飄飄河所似 兩位老人在夕陽下觸膝長潭 這是陸先民眼中台北的日常風景 從廢棄的老房子到陸橋 這是城市快速的變化過程 其實從我的這些作品裡面 我都希望說 在看我作品裡面的人物的時候 能夠讀到我們所共同生存過的 這段時間的歷史記憶跟軌跡 那我覺得我從他們身上就讀到了 這些老太太跟台北這個城市 經歷過這幾十年來演變到現在的 一個歷史的狀態 中國傳統的花鳥山水寓意吉祥的暴喜圖 郭維國天賦傳統 雲暴撲殺喜鹊成為新的暴喜圖 或是鯉魚躍身與喜鹊搶食 呈現美好事物的頹廢與衰敗 吉祥話語這些就是因為 你在現實生活達不到的 那我就偷現實達不到 我們就在用給自己一個祝福 自己一個期許 說我們能過吉祥快樂 還是富貴平安之類的 但是現實生活裡面 是充滿著愛恨情仇 這個都是現實裡面 一直在發生 每天在發生的 所以我是告訴大家 告訴自己 現實生活還是這樣的 從油畫到雕塑作品 郭維國特別為展覽做了 高達400公分的自塑像 人面獸耳 眼神直視前方 頭戴皮帽代表著壓抑的獸性 陸仙明 郭維國 兩位台灣終身代藝術家 以雙成績為影域 一位風格寫實 一位風格抽象 共同探討80年代現代化的過程 迅速改變的城市風景中 還有藝術家為我們留下些什麼